这个人啊你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对象 然后那具体出人那你看人是比较抽象概念 那你具体的概念可能一个人啊 比如说有小宏小军他是一个具体的人 那我们这边的话人这种抽象的概念 就定义成一个叫class一个类 而具体的人就叫做实例 你假如当中有两个名词要记住 面向对象编程只要记住这两个名词 一个就是类一个就是实例 类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抽象的 比如说概括性的内容是人 那你具体实例就是把这个人进行 那个具体具体样化 比如说小明小红 那我这边看通过代码上面 你是怎么去怎么去理解呢 那你看这边的话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classperson 这是一个类class类 它是一个抽象概念 那我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